昊月当空 第383章 录影之 之所以让这强大的融合能力展现在所有人面前 龙当当自然有他的目的 他就是要让所有圣堂都看到 哪怕是他们之后 发现自己还不具备完全驾驭这份特殊能力的实力 也已经足够了 谁让现在的他还只是七阶呢 七阶驾驭不了 那我以后成长到八阶 九阶呢 而最终的结果就是 他成功了 而且是非常的成功 此时观战的圣堂们 也包括六大圣殿的六位店主 都显得有些沉默 发起这场传承大笔的他们 目的本来是为了寻找 莫莱能够接班的传承者 并且加以大力培养 但现在他们的感觉 却有些不对了 明明找的是传承者 怎么现在却有种被超越的感觉 这叫怎么回事 别的不说 就说进入八强这几个小家伙 每一个所展现出的实力 都不是正常职业者在同级别 甚至是更高级别所能拥有的 每一个人都是如此的耀眼 就像石泽宇在骑士圣殿 一直都是被当成下一任店主进行培养的 他的天赋也毫无问题 也非常努力 年纪轻轻就成为了金金基座骑士 可是 他却没能进入八强 他那明明没有任何问题的能力 遇到的却是一群完全特殊的 就像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怪物 本来几经觉得 对这些小怪物们的估计很高了 可是 他们却一日在不断地突破圣堂们心中 所能想到的上限 而这次传承大笔之中 表现最为惊艳的 无疑就是那相貌一模一样的两兄弟了 龙空空甚至险些战胜了紫桑流营 更是立刻石泽宇和蔡采娟 以小组第一的身份 杀出了死亡之组 龙当当更是魔法 骑士双修 拥有五头黄金龙坐骑 还有刚刚他们所看到的 那是什么 在最后散去那份力量之前 龙当当身上所绽放出的气息 甚至都已经摸到了圣堂层次 要知道 想要成为圣堂 至少也要二十万灵力的九阶二级以上啊 它本身才是什么修为 刚刚突破七阶而已 受到月明沧海灵卢的影响 还无法破开七阶 七阶的标准是一万灵力 也就是说 在他统合了自身所有力量之后 今天让自己的实力达到了本身修为的二十倍 这还是不考虑外灵力的情况下 他的身体也就真的承受下来了 怪物啊 这根本都是一群小怪物啊 当然 这带给圣堂们的 除了感慨之外 就是满满的惊喜了 尤其是对于魔法圣殿来说 龙当当虽然也双修其事 但这次可是代表魔法圣殿出战的 他获得的成绩 也是魔法圣殿的荣耀 最后一场四分之一决赛了 这两个年轻人 又能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所有的视线 此时已经重新回归场内 看着和龙当当长得一模一样的龙空空 期待感再次攀升 录影之是一名看上去十分清秀的青年 他身材中等 相貌清秀 一双眼睛特别明亮 通透的犹如水晶一般 在他身上 有种空灵般的特殊气质 身上穿着一件九色法袍 法袍的底色是银色的 之所以九彩 是因为上面分别刺绣着九种魔兽 每一种魔兽 都是用不同的颜色呈现的 栩栩如生 手中握持着一柄法杖 法织足有两米长 通体呈现为黄金色 顶部却是一颗绿色的球状宝石 宝石很大 比一般的魔法杖上面震嵌的宝石 要大得多 看上去足有人头大小 散发着充满生命气息的洋绿色光芒 光运若隐若现 仿佛不断在有生命气息 向外溢出似的 这一身装备可谓华丽异常 比赛开始 这一场是由战士圣殿店主主持裁判 他严谨一概地宣布了四分之一决赛最后一场的开端 白金色光芒闪耀 龙空空没有半分犹豫 第一时间就将自己的晶晶基座战凯 释放了出来 瞬间覆盖全身 恐惧与悲伤之盾入手 胸前黑色漩涡 第一时间激发 同时 金色的圣影灵卢 也随之出现 一道金光 直奔路引之牵引而去 龙空空的战斗方式 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 一直都是一样的方法 可明知道 他是要凭那特殊的灵卢吞噬你的灵力 但你就是躲不开 而且 一旦被他开始吞噬 那么 不能在短时间内击垮他 就只有输掉比赛 与此同时 身边光门闪烁 蜀大王肥瘦的身体 从里面挤了出来 不得不说 从属性上来看 龙空空几乎是八强选手之中 最为克制召唤师的 恐惧与悲伤领域 蜀大王 对于召唤生物 都有很强的克制作用 所以 这一战龙空空 对自己也是信心十足 对面 路引之举起了手中法杖 身上的九色法袍 骤然亮了起来 九彩光芒闪耀 给人一种 带着几分迷离的美感 下一瞬 九道光影 就已经从他那法袍之上奔涌而出 在他身前汇聚成形 九头形态各异的魔兽 一字排开 遮挡住了他的身形 这一幕 顿时看得龙空空目瞪口呆 那都是什么 光明师旧 风暴魔龙 血眼暴君 光明独角扇 大地魔雄 深蓝之湖 烈焰魔虎 暗魔师 地狱三头犬 九头魔兽 每一头 无不是九级层次的存在 相当于八阶的人类强者 当他们一起出现的时候 那份震撼的感觉 令全场鸦雀无声 龙空空身上的牵引之光 是落在了鹿影之身上 但在这一刻 却不知道为什么 竟然转而 牵引到了九头魔兽中的 大地魔雄身上 虽然也在吞噬 但并没有影响鹿影之本身 鹿影之胸前 一团若隐若现的扭曲光运闪烁 隐约能够看到 其中有一尊小巧的灵卢闪烁 移形换位灵卢 灵魂圣殿排名第二 能力是转嫁和借用 他正式将龙空空的圣影灵卢 在命中自己钱的那一瞬 转嫁到了自己释放的魔兽身上 从而让自己不受到影响 圣影灵卢的牵引 是有着一定程度绝对成立性的 而移形换位灵卢 则是欺骗了他的绝对成立 从而让吞噬效果 只能作用于被转嫁到魔兽身上 作为灵魂圣殿的头号种子 鹿影之一直都非常低调 低调的 甚至远远没有蔡彩君的名气大 但在灵魂圣殿内部 对于这位年近三十的头号种子 哪怕是一些年纪比他更大的召唤师 都会称他一声大师兄 这场比赛 无疑大多数人都更看好龙空空 鹿影之从未表露过任何情绪 但是作为灵魂圣殿硕果仅存的选手 他又如何没有必胜的信念呢 浓烈的元素波动 几乎是瞬间就从九头魔兽身上爆发而出 它们身上升腾着炽烈的气血波动 几乎是同时的疯狂 朝着龙空空的方向发起了冲锋 各种属性的魔法也随之爆发 一时间竟有种乌云压成般的恐怖威势 妈呀 龙空空脸色大变 他当然不会认为 凭借自己和蜀大王 就能挡住同级别的九头魔兽同时攻击 这根本不是他所能承受的 但他却并没有多少慌乱 对方有着强大的装备 来催动这些召唤魔兽 他也同样有着自己的手段 一道金色身影 从他胸前而出 那身影窈窕修长 虽然只能看到光影 但却让在场的很多人 也包括观战的诸位圣堂们 都是心头一震 无论是参赛选手 还是当代的这些圣堂 绝大多数都是从那座学院之中走出来的 他们也都曾经被眼前的这位考验过 这位有着灵卢学院第一智慧灵卢之称的存在 都在他们心中留下过极为深刻的印象 所以 当看到这位出现的时候 那些不知道龙空空与他关系的众人 都是心头狂震 这是那位吗 宇童静静地 悬浮在龙空空身前 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九头魔兽 他却没有丝毫慌张 圣影灵卢中断 收回 下一刻 龙空空头顶上方 一尊五角星形状的奇异灵卢悄然浮现 在他出现的那一刻 整个比赛场地上空 就仿佛已经化为了漫天星光 宇童抬手一直点向了那没有太多 智慧的智慧灵卢 刹那间 星光暴涨 覆盖全场 硬生生地亮过了对面九头九级魔兽 同时爆发的光彩 顷刻之间 所有能量攻击全部反转 直接朝着九头魔兽本身覆盖而去 就像是这九头魔兽 突然受到了什么刺激 改为自相残杀似的 不仅如此 宇童同时抬手回身点向龙空空胸口 以龙空空的身体为中心 一条条黑色光带澎湃而出 这些黑色光带精准地找上了一头头魔兽的身体 一共九条光带 同时展开了吞噬 天渊之海 这是弱化了一级的圆窝灵卢吞噬 但弱化之后的 却是全方位的吞噬 同时还有一条条光带 朝着鹿影之的方向缠绕而去 与此同时龙空空抛出了自己手中的恐惧与悲伤之盾 盾牌落入宇童手中 宇童那纤细的身体 几乎是瞬间就被盾牌所遮挡 刹那间 一圈白色波纹骤然向外迸发而出 这波纹在短暂时间内就已经覆盖全场 不只是九头魔兽 也包括录影之 这所有的变化 都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的 九头魔兽突然发现自己的攻击转向 竟是攻击向了身边的其他魔兽时 都不禁为之慌乱 匆忙地去抵挡这些攻击 然后他们就感觉到自己的灵力 甚至是血脉之力 都在被一股强大的吸扯力 在疯狂拉扯 好不容易才勉强抵挡住彼此之间的攻击 狼狈不堪的他们 却又突然感觉到自己 似乎被一股无形的大恐怖笼罩住了似的 内心瞬间陷入了强烈的恐慌 一时之间无步慌乱起来 一定程度地脱离了录影之的掌控 就连录影之自己 心中也同样是有强烈的恐惧和悲伤生疼 以至于正在吟唱的咒语 嘎然而止 直接被中断了 口中不禁发出一声闷哼 受到魔法反噬 向后跌退一步 在这场比赛之前 录影之对龙空空之前的比赛 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自问对他的估计已经很高了 也制定了相应的策略 一上来 也明显奏效了 但此时此刻 他才真正感受到 这位目前骑士圣殿第一骑士的强大之处 明明没有什么攻击能力 但却就是有种 让人无力的感觉 宇童做的事情很简单 他凭借自己对战局精准的判断 帮龙空空调动着他 已经拥有的能力 二阶的他 已经可以同时增幅两个灵卢的力量 而灵卢之外 史诗级别以上装备的能力 他也同样能够增幅 所以 他增幅的是 星光璀璨灵卢 和恐惧与悲伤之盾的恐惧与悲伤领域 圆卧灵卢三阶 能够施展的天渊之海 根本就不需要增幅 龙空空自己就已经能够释放了 几乎是在一瞬间 就将龙空空各种能力 全部施展了出来 龙空空自己受到九头魔兽身上吞噬而来的灵力支持 自身灵力爆棚 光明熔炉开启 气息随之飙涨 但他却并没有去尝试攻击任何一头魔兽 而是直接举起了手中的骑士长剑 一道璀璨的金光 从长剑上迸发而出 顷刻之间化为一道光照 将他笼罩在内 圣光灵阵 没错 就是牧师 骑士通用的最强防御魔法之一 能够随着修为提升而进化的圣光灵阵 别看龙空空学习进攻手段不行 学习防御类型的能力 他却是天赋一禀 他早就缠了表姐的圣光灵阵 在骑士圣殿这边学了 还找了灵梦露指点 先前之所以让与彤来操控一切 就是为了自己腾出时间来吟唱咒语 把圣光灵阵施展出来 在光明熔炉的增幅下 再加上吞噬而来的这些庞大灵力 他这圣光灵阵的防御 直接就被拉到了八阶巅峰的程度 更何况 还有身上的恐惧与悲伤之金金基座展开的防护时间 竟是给人一种固若惊汤的感觉 观战中的狗骑士 看着此时场中的情况 也不禁目瞪口呆地说道 这也太狗了吧 难道这小子 想要抢欧的称号吗